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成立之前 我高中讀华岡异校 然後讀到三年級被退學 我被退學的原因不是 那個 不會讀書 是因為操性不好 對 品性不及格 我被退學之後 然後 我爸就跟我講說 我們家沒有你這種小孩 你不要回來了 所以我那時候 我小時候住桃園 所以我在台北流浪一段時間 我在流浪的時候 以前學校的其中一位老師 不是把我退學那位 他就跟我講說 余浩瑋我現在成立劇團 你要不要來我劇團裡面工作 我就想說也好 他那個時候一個月給我八千塊 然後給我一個房間 然後我就在那邊做 做了大概 反正前前後後 中間去當兵 當完兵回來之後 然後又回到這個劇團裡面工作 再回來再做了幾年之後 然後老師跟我講說 對不起 那個做劇團太賠錢了 那個我可能要把劇團結束掉 那你自己想看看你之後要幹嘛 那我那時候就想一想 其實我好像不太會 就是沒有什麼目標跟方向 我在反正生活都過得 反正就是那樣很茫然很迷惘 可是在劇團裡面就特別有趣 因為我老師那個時候做的劇團 它是台灣唯一一個 也是第一個 專門針對青少年在耕耘的劇團 它不管是創作青少年一體的演出 或者是辦了這個 一個就是花樣戲劇節 就是從它開始辦 然後我後來接下來辦的這些活動 我就覺得這個事情蠻有趣的 我在這裡面可以找到一個 自己會有成就感的事情 所以我就跟老師講說 那個時候大概2005年的時候 我說不然這樣子 反正你如果要結束我就失業了 那我也不知道做什麼 不如你把花樣戲劇節 這個活動交棒給我 我自己再成立一個劇團 然後來繼續把它推廣下去 那他就說好啊 反正如果你不怕你就做這樣 一開始真的都沒有想那麼多 所以最一開始會想成立青一盟的原因 是因為我自己在劇場裡面 其實找到了一些自己的 不能講方向 也不敢講說目標 可是就會覺得在這裡面過得很有趣 對啊 那個曾經比如說家人啊 學校啊 都對我沒有什麼 你知道正面的肯定 正面的期待的那樣子的經驗 我在劇場裡面 可以找到自己存在的成就感 所以最一開始的成立 其實是因為這樣子 沒有什麼遠大的目標 我覺得里程碑不敢講 可是那個挫折的經驗是非常多地 因為我們在做 以首先 表演藝術 或者藝術工作 在台灣它本來就不是主流 那特別是青少年 如果在表演藝術裡面 它會更是邊緣的邊緣 不管是政策也好 或者是社會的關注度 或者是你在主流媒體的露出 基本上除非啦 什麼小孩子犯了什麼奇奇怪怪的錯 它才會比較 以社會新聞的方式被報導 你在公共政策裡面 基本上很多 關於青少年的公共政策 都是要等到他們可能已經 接近社會安全網邊緣 要墜落的時候 才會有相關的機制 什麼樣的機制呢 比如說懲戒 或者是緊急安置 等等之類的 就是要等到 意思說白話一點 就是說你要等到一個小孩子 他可能真的已經 你知道超過了社會 容忍標準的底線的時候 對啊 我們的政府 才會有相關的機制 才會來啟動 可是很多時候到這個時候 其實是都已經太晚了 對啊 那回到前面剛剛講的 因為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選擇的領域 我們耕耘的族群 它都不是主流 所以這幾年下來 我覺得里程碑 里程碑 很多想到的都是那種 比如說我們是劇團 那非營利單位 那要去申請政府的補助 所以基本上 都是常常都在被打牆的 我記得有一年 2015年吧 一個月之內 我收到來自文化局 文化部 國議會 三張的公文 然後就告訴我們說 不好意思 你在做的事情 就是很好 可是我們的預算有限 那沒辦法補助 你就請你見諒這樣子 對啊 那反正這種事情也每年 每年都一直在發生 但我覺得我們為什麼要 選擇一個這樣子的事情在做 是因為我覺得藝術這件事情 它其實可以帶給我們台灣的小孩子 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很多時候學校沒有辦法教導他們的事情 如何的去找到自我 如何的去學會怎麼樣跟人相處 現在是一個科技網路非常發達的時代 所有的小孩子一出生他們都是數位原住民 對啊 大家最擔心的就是 他們沒有辦法獲得真實的體驗 對啊 那很多人看到小孩子他們在玩手機 上網 不知道怎麼樣跟人家溝通表達這件事情 都會覺得很擔心很頭痛 可是藝術這件事情做得到啊 因為劇場它是一個團結合作的藝術 它也是一個造夢的藝術 所以呢我們其實在清一盟這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面 我覺得所謂的里程碑我覺得很驕傲的事情是 我們透過花樣戲劇節 或者是我們舉辦的風箏計畫 我們這些曾經陪伴過的小孩子 帶著他們走進劇場 然後在這裡面獲得了很多的正向的經驗 實際的體驗之後 在他們心裡面其實留下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價值觀 每一年我們不管做怎麼樣的演出 結束之後都跟這些小孩子講 我每年都講一樣的話 就是今天你走進劇場 你進了這個門 出去之後你就是 不是我的人 你就是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長大之後 如果你成為一個有能力的人的時候 不要對社會冷漠 不要對世界轉身 在你可以分享的時候 你如果都能夠願意去給予 改變就會從你的選擇跟行動開始發生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講我覺得很 很驕傲或者是很感動的事情是 不是我們演出了多少場 而是清盟的存在 他可以去協助在青少年成長的過程當中 制度做不到的那一塊 而且他相對相對的重要 我講很實際的 其實最最一開始的結束 是因為2019年的時候 有得到那個鼓勵獎的肯定 對然後那個時候當然會覺得很開心 就是在可能我們在比如說制度裡面 體制裡面 或者在我們自己所謂的表演藝術領域裡面 可能比較我們在做的事情 比較不是這些人目前當下想要的 可是我覺得基金會他們可能 或許可以看得見 比如說我們現在雖然在做的是 他發芽很慢 可是根渣得很深 現在可能看不到他冒出來 我說我所謂的那個成果跟影響力冒出來 可是給一點時間讓他去發酵 讓他去成長 其實那個未來的影響是可期可見的 所以從2019年那個時候 就是第一件事情當然是因為被肯定被支持 那後來也很常陸續參加 聯誼林基金會的活動 因為像很多比如說台大人才的培育實習的計畫等等的 那也有去到很多他們的 不管是記者會或者是發表會的現場 就會發現這個是一個很 真的在耕耘 真的在所謂的做事的一個單位跟組織 你其實看他過去歷年得獎的名單 我就覺得很酷 尤其是有一年荒野他們得獎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講真的 我自己其實很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知道講這個好不好 我稍微小一點點的時候 我很常參加社會運動 對很常去抗議很常去幹嘛 去抗議當然不是吃飽沒事做 而是因為你對很多事情 你會有你的價值判斷跟選擇 你會走上街頭當然是一個 可能是最後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其實都知道 荒野他其實在台灣 做了很多的跟環境有關的事情 培訓了很多全國各地的志工 但是他們的能見度或者是 一般社會大眾了解這個組織的價值 其實不是那麼的深刻 所以我那一年其實看到荒野得獎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非常感動的 對啊 所以就會覺得說 欸你看喔 大家都在辦獎項 大家都在辦選拔 很多人其實在做的事情 就講那個一點是在錦上添花 可是你從林育林基金會他們這些 選出來的得獎者裡面 你會看到其實很多 很多他們挑選出來的單位是真的耕耘很久 真的有在做事 而且你看到他得獎 你自己會開心的 你不是得獎的人 你會為這個組織開心 然後你會為這件事情 會感到會覺得很棒 就是哇台灣會有 真的你知道 也不能說主流之外 就是這個信仰跟這個價值 才是會有人看得見的 對啊 所以這一次基金會問我們 也就是找我們嘛 就是說欸要不要來參加這個計畫 我自己是覺得很好啊 當然很好 對欣盟來說會是一個 你要永續發展你要成長 你一定思維上面要做一些轉變 講很直接一點 你也必須要去跟很多不同的人 去做連結互相學習 那我覺得透過這個活動的機會 我們在做的事情 或許我們的盲點 可以透過這次參與的同學 給我們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跟不一樣的方向 對啊 所以能夠參與這一次的計畫 我覺得在一個這樣子的 很實在的單位 然後提出一個這樣子可以開放的 然後有前景的一個計畫 對我們來說當然是非常的開心 我如果就我自己 我很個人的我想要看到怎麼樣的心態 我覺得是要對自己有自信的人 對啊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你有了自信 那個自信不是高傲或者是自戀自我陶醉 就是你要對你自己的選擇 你對你做的事情 你是有信念的人 對當然這我覺得可能 可能現階段不要講說對學生 我覺得在這個 現在的這個時代跟世代裡面 很多很多很多時候都是 稍微的還在尋找方向 可是我覺得如果假設 真的要在這個活動裡面 我們要一起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對啊 我希望能夠跟清一萌 一起來經歷這一次活動的同學 對啊 是對自己有信心的人 對自己要做的事情 對自己的想法 對啊 對自己未來的發展 或者是對你覺得你的加入 真的可以幫助到清一萌 對啊 不管是朝永續發展的方向去邁進 或者是朝我們自己的願景去前進 還是你有你的想法 要加進來這個活動裡面 看可不可以長什麼新的東西出來 對啊 我覺得是要對自己有信心的人 好清一萌在台灣在做的事情 是我們希望能夠把劇場藝術表演藝術的專業 然後能夠應用在我們接觸到的各個不同族群跟對象 把戲劇教育或者是劇場專業 他能夠啟發參與者他的同理心跟創造力這件事情 讓他們在經歷過劇場的藝術工作的階段之後 帶回他們自己的原本的生活當中 然後我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去培育更多良善的種子 然後在未來能夠打造一個更好的台灣 那為什麼會選擇用戲劇這件事情 因為戲劇它其實在參與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去激發參與者的創造力 然後團隊合作 然後實踐夢想的能力 其實你看很多其他的國家世界各國 他們都把戲劇教育這件事情 納入他們的國民基本教育裡面 重點不是要讓這些小孩子 學了戲劇以後出來當明星或者去做藝術工作 而是讓他們能夠在成長的過程教育的環境裡面 學習到真實的體驗 剛前面其實有講到現在的網路科技很發達 AI它可能好像可以解決很多事情 但是它沒有辦法取代的事情是人的感受力 那戲劇這件事因為需要大家可能很 我有時候都會講說劇場它其實 劇場工作它其實就是傳統產業 就是手工業 它很多東西當然你可以用科技參與在這裡面 可是你實際的體驗這件事情 是沒有辦法去被取代的 那我們自己會希望的事情 就是透過藝術這件事 它不是只有放在殿堂裡面 放在劇場裡面讓人家覺得 哇藝術好那個好怎樣等等之類的 而是能夠把劇場裡面的專業把它提升出來 把它提煉出來 然後帶到我們希望能夠去影響的 最重要的這個國家的未來就是青少年 你在成長的過程裡面其實 讀書考試這些當然是必然的 這些都不用提了 可是學校裡面或者你成長過程當中 應該還有很多更重要的生命的課題 需要讓這些在成長的小朋友 他可以有機會去接觸到 但如果我們只是為了讀書考試應付大人 你的時間還有去補習 這些時間都應用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根本沒有時間有機會去探索自己 去把自己的感受力打開 去用腦袋去思考一些更有 我覺得哲學性的問題 哲學性的問題不是說你要去想一些很難的 白馬到底是白的還是黑的 不是 而是你對很多事情你會有感覺 你會有感受 這些有感覺跟有感受 在他們自己的內在裡面 他可以去消化 他可以去思考 感受力就會從這個過程當中 他可以去延伸出來 他就會留在他的身體裡面 他對很多事情他不會再冷漠 他對很多事情他不會無感 我們在這些青少年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花樣戲劇節 還是風箏計畫 我常常會問他們一個問題 你們知不知道自己的阿咒叫什麼名字 很多人就不知道 你可能問50個裡面大概只有兩個會舉手 一個人有八個阿咒 可是真的 你自己算一下 你只要能夠知道一個名字 那就很厲害了 他們就問我幹嘛要知道我阿咒叫什麼名字 阿咒叫什麼名字 有什麼了不起的嗎 我就跟他講 如果當你今天你不知道沒關係 可是當你回去探尋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知道你家族的脈絡 你跟土地的連結是什麼 你去問到絕對不會是一個名字 你會知道你的阿咒怎麼樣跟你阿公相處 你的阿公怎麼樣教育你爸爸 你的爸爸現在怎麼樣陪伴你長大 這一路過程當中會串起來非常多的事情 你對很多事情會有感受會有感覺 他不再是理所當然的 我生出來我就應該我爸媽應該要養我 我生出來我就是幹嘛 我就anyway等等之類的 在這裡面他會找到很多的故事跟可能性 你住在這裡你不是只是住在這裡 你天生就住在這裡 你生出來當然生出來在這裡 可是你的家族 你的這樣子的歷史的脈絡 跟你在身處的環境當中有什麼樣的關聯 這件事情很重要對吧 很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不是說我要去背歷史等等 而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從哪裡來 你才會明白你要往哪裡去 所以青一蒙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是 當然也很謝謝你有那麼多時間 可以聽我解釋這些事情 我覺得很重要青一蒙在做的事情 是能夠為現在這個迷思的世代 用表演藝術然後呢陪伴他們成長走一段路 這段走過的路留在他 留在他身體裡面的養分 都可以幫助他以後成為一個更完整的人 我覺得疫情對全部的社會來說一定是很大的衝擊 我們自己在面對這一次的衝擊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蠻好的時機 讓我們可以稍微緩一點 整理一下我們過去的所有累積的這些影響力 因為我們基本上就是花樣戲劇節 從2001年開始到現在2023了 我們每一年就是一年結束之後 立刻再舉辦下一屆 立刻再舉辦下一屆 因為我自己的希望是這個活動可以辦到100屆 然後呢風箏計畫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在中介學校裡面去帶這些小朋友 就是一學期畢業了一學年畢業了又會新的進來 所以基本上都沒有什麼時間點 可以好好的去整理我們到底過去做了什麼樣的成果 或者是所謂這個你的事情很棒很感動 那東西在哪裡 所以剛好這幾年疫情我們就做了一個事情 是去把我們曾經參加過清一盟活動 不管是花樣或是風箏的小朋友 我們去跟他們做一個問卷調查 寫email打電話 找了300多個人調查什麼 參加戲劇活動對你來說最大的影響跟收穫是什麼 裡面有非常多的人都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學會如何溝通表達 學會如何跟別人合作 然後呢也去調查他們接觸過戲劇之後 對他們升學的選擇 或者是未來質疑就業的選項是什麼 當然很多的人他們會去 因為參加了戲劇活動 所以他會有興趣繼續朝表演藝術或劇場 這樣子的大學科系或是高中科系去前進 北一大的那個系主任王世信老師他就前兩年就有說 我發現我們北一大來考戲劇系或聚色系的 十個有五個都是說他高中曾經參加過華洋 所以呢才會想要來繼續讀這樣的科系 當然很多其他的大學他們的戲所 也都是會有這樣子的情況 然後我們在這個我們做的這個影響力調查裡面 還有一件事情是我們問他 你高中接觸了戲劇之後呢 會不會提升你未來參加表演藝術活動的意願 95%的回饋是對因為我高中接觸過 所以我以後對於參加表演藝術活動是有意願的 這95%裡面有68%更是經常性藝文的參與者 意思就是他一年可能會自己掏錢出來買看藝文演出的票 不管是音樂戲劇舞蹈甚至參加展覽等等之類的 他是會拿大概三到十次以上自己掏錢買票出來的 這件事情他如果對應到我們的國家在藝文發展政策上面 是一個非常大非常大的一個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影響跟成績 因爲什麼呢 我們的文化部我們的國議會 他們這幾年都一直在講台灣的藝文人口一直在流失 特別你遇到疫情的衝擊 對啊我們應該怎麼樣有一些對策 去讓這件事情不要再這樣子的發展 親一盟在做的事花樣在做的事 其實他就是可以去對應到國家在藝文政策裡面 他非常需要的解方 而且我們在這個所謂的做這個影響力調查裡面 我們也去做了一個所有的會整 我們帶了很多的小孩子每一年花樣繼續解 小孩子的創作基本上都是他們自編自導自演 但是我們會定一個主題跟方向 讓他們藉由這個創作演出 劇場演出可以變成跟社會對話的橋樑 高中生演戲不是只有在那邊自我陶醉自我滿足 而是他們創作的文本是可以去跟社會議題對話的 比如說我們用過的主題有拯救地球 就是帶他們去討論環境 有社會正義有討論教育 有討論台灣的歷史的根源是什麼 對啊討論覺醒 討論自由勇氣獨立愛夢想 這些過程他其實都可以幫助小孩子 透過主題的探索去梳理自己之外 也可以去對應到永續發展指標 所以我們把過去這些小朋友 他們參與的這些花樣的作品 我們做了一個梳理跟分類 它可以對應到SDGS裡面 17項裡面的6項 包括優質教育 包括環境保護 包括司法制度的正義 包括性別平權等等之類的 對啊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就是回到剛剛前面問的 這疫情這期間當然會有衝擊 會有影響 可是我覺得也是剛好給我們一個機會 讓我們去真的把 一直要講我們有影響力 一直要講我們幹嘛幹嘛 真的把它匯整成 可以拿來跟社會溝通的數據 對啊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我們也很 我們可以撐到現在 其實真的是很多社會上面認同 而且有愛心的不管是企業家 企業公司或者是個人 給清盟的肯定跟支持 那我們這個影響力報告 做出來的數據也可以分享 給這些曾經過支持我們的人 因為現在的企業如果你要發展 都要朝ESG去邁進 你要有實際的作為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透過這次的計畫裡面 永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支持清盟就是能夠在ESGS 社會的參與這件事情上面 社會的影響上面 會有一個非常好的連結跟合作 對啊 每一個企業都會有你自己要 你自己要做CSR的 這個一定要做的責任 對啊 如果你也跟我們一樣 關注青少年的發展 關注台灣未來需要怎麼樣的人 人才這件事情 對啊 歡迎可以來 我們在打廣告 換打廣告 就是可以來支持清盟 對啊 我們可以提出來的數據是 很可以跟 對啊 企業他們的需求 我們在做的事情 可以有一個合作跟連結的 我其實從來沒有想過不做這件事 講真的 對啊 我以前怎麼做 我以前我借錢我都做 我以前欠錢大概欠了兩百多萬 不是我拿去花天酒地 就是我真的想要做花洋這件事 可是我走不到贊助 所以就只好去借錢 但後來還是把它還完了 大概2020年的時候吧 把這些錢還完了 那還的方式就是我自己去接案子 幹嘛等等之類的 那我覺得比較 所以我其實從來沒有想過不做這件事 可是有一個比較大的事情 是剛好也是在疫情那個時候 我就是有2020年的時候 就生了一個病很嚴重 就是我那時候腦炎 然後住院大概住了快40天 嗯 住在榮總裡面 然後查不出原因啊 然後那個時候最一開始的症狀 是我那時候去風箏計畫 開車要載小孩子回學校 因為那天隔兩天要表演 從劇場那邊開車在他們要回去 開開開開突然我就 哇 就突然很像你知道 你進入了平行宇宙 你進入了時空裂縫 就是我是誰 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我現在要去哪裡 可是你依稀還記得就是 喔對我要送後面這群人 回去他們要去的地方 可是為什麼我 這條路我明明開過一百多次了 我為什麼不知道接下來要怎麼開 還好我們旁邊有一個團員 然後呢我就跟他講說 我現在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我真的沒有辦法 交換手換他開 然後把小孩子再回學校之後 回來之後就是頭就很痛 頭就很痛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那時候蠻晚的 然後他就說那你怎麼辦 你會不舒服 我說那不然我們來去按摩好了 唇案唇案 因為想說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結果一按完之後 我就發現更恐怖的事情發生 我右邊眼睛右邊完全看不到 就是你的視線範圍 你正常人可能 到這邊你可能會看到一些余光 等等之類的 可是我那時候大概只能看到 這樣子的範圍而已 然後走路就一直撞到 然後隔天我們團員就叫我去做檢查 那醫生就檢查說 我腦袋裡面有一些發炎的狀況 然後可能是怎樣怎樣 可是那個時候只做那個 核磁 對做CT電腦斷層而已 所以其實看到只是說那邊有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叫我怎樣怎樣怎樣 可是因為隔天要演出 我想給小我就跟他講說 那我要那個 就是我還是要演出 因為我這次我要演 我要跟小孩子一起演 沒有怎麼辦等等之類 他說那你要簽那個 致願離願同意書 我就很像那個即刻救援 就是把身上拔掉 自以為自以為 不要講這些垃圾話 反正就是腦炎 腦炎 我又越扯越遠 腦炎生病很嚴重 然後住院住四十幾天 然後我覺得在那個 住院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蠻好玩的 就是雖然是躺在病床上面 可是有些時候可以出來放風 我在外面看榮總 這麼大的一個單位 他們到底怎麼運作的 這麼大的機構 他怎麼樣運作的 我就在想我們的組織這麼小 缺乏的其實就是制度 沒有制度 你有熱情很好啊 你有感動很好 你幫很多小孩子 那邊幹嘛幹嘛很好 可是你沒有制度 你沒有辦法走得遠 對 所以從生病那個時候 我在住院的時候就要想說 對啊 如果我要發展下去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當然會希望台灣可以變得更好 我希望可以去影響到更多的小孩子 那怎麼樣實質的作為 中間階段性的目標 當然第一個是我能夠把這兩件事情持續下去 下一個階段我希望能夠蓋一個學校 一個藝術學校 可以去接住很多 比如說他在制度裡面沒有辦法 被制度包容的接納的小孩子 可以來到這裡 然後在這邊重新找到他自己 然後再回歸到社會裡面去 不管他進入各行各業 都可以為社會帶來好的影響 因為在這個學校裡面可以學習 讓他學習接觸如何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制度不是不好 而是制度他真的沒有辦法接住每一個獨特的靈魂 很多小孩子為什麼現在他會被到中間學校去 講真的很多時候不是他不好 而是他可能每個人本來就不一樣 他跟不上學校的進度 他學習失去了樂趣沒有成就 他當然自然就不會想要再參與在這個環境裡面去 可是如果他回到家裡面 沒有人去理解他的狀態跟心聲 對啊 在一個四處碰壁負面的環境裡面 很多時候他能夠產生出來的回應大人 回應社會的方式就是用負面的方法 那再來去講 比如說很多小孩子現在他其實 現在科技在發達 青少年問題也會越來越多元的浮現 浮現不是說怎麼樣 而是其實以前這些事情可能他就存在 只是我們以前的那個樣板 或者是那個規訓比較多 很多事情他是被壓著的 比如說內在會有一些東西 比如說所謂的ADHD 或者是情緒控管的問題 或者是所謂的很多這樣的事情 他沒有辦法被接納 他只能被壓抑 講那個一點 怎麼弄你就吃藥 你就大概看醫生去給他吃藥 你吃藥之後對他來說有沒有幫助 可能或許會有 可是很多時候其實是他吃藥他會混混沉沉的 他沒有辦法表達他可能沒有辦法把事情做得很好 但是如果又同樣把他放在同一種環境裡面去 他只會更挫折 所以很多時候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產生很多你知道很沮喪的心情 很沮喪的情緒 我們剛剛講到影響力報告 我們去年的時候 聯合國的兒童國際權力公約 組織來到台灣在審查 我們的國家就把我們的數據放進去 告訴說他們有在做事 很好很好很好 可是這些委員在講一件事情 他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台灣的青少年的自殺率在上升 台灣到底有沒有什麼解放 他們再過五年 這些國際委員會再回來 他要看到台灣政府為這件事情去做一些行動 可是我們當然知道 比如說你要從整個結構制度去翻轉 那是很難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我們自己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藝術他其實可以是一個解放的 可是你回頭看 就是長久以來的社會氛圍 他對藝術這件事情就是要嘛就搞打上 要嘛就是窮死人 可是我覺得在這中間 其實我們自己想要做這件事情的原因 是因為把這個頻率打開 讓更多人可以去接納到就是說 你接觸藝術不是 很多那個 七盟的參加的小朋友 他們的爸爸媽媽都會講 余浩瑋你不要帶我小孩去接觸劇場 你怎樣怎樣 我就跟他講說 參加戲劇不是要你以後當藝術家 而且你現在不讓他演 他以後長大出社會 每天上班工作也是要演 對啊 但我的意思是 我不是要挑釁 我的意思是說 演戲我們講一點點就是 演戲他其實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去做角色功課 對啊 你要做角色功課你才能夠認識這個角色 所以你把同樣的技能 你放回到你的現實生活當中 你今天你在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你就應該要做到這個角色該做的事 你是別人 你可能在家你是別人的女兒 可是你在學校 你在同儕之間你可能是大家的領導者 對啊 這樣講應該就可以通了 所以其實讓青少年他們接觸演戲 學會自我表達 學會自我溝通 更重要的事情是 能夠去探索自己 能夠去理解自己 我們也有很多 以前教過的小孩子在路上遇到 問他說在幹嘛 他說我現在在讀大學 讀的大學是你想要的嗎 不是啊 坐在教室裡面很多時候都很茫然 我說那你為什麼要去讀大學 很多時候就是沒辦法標配是這樣子 而且這裡面還有一些人就是 我讀了大學我去申請學貸 可是我怕我一畢業就負債 所以我上學的時候我就去打工 你書又讀不好錢又賺不到 然後又擔心畢業之後 可能要背負這個貸款等等之類的 我就覺得那個學習的本質 很多時候其實是不見的 但如果說他對自己是有目標有方向的 對自己是有信心的 知道他自己要做怎麼樣的事情 對自己會有規劃 我覺得不會變成這麼樣的茫然 我講一個那個就是 我在風箏計畫裡面的學生 我第一年去教風箏計畫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 我那時候進去中間學校是2017年 我2014年的時候 就是開始在做風箏計畫 然後那個時候是在安置機構 校官所感化院 然後反正2014年的時候 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帶成熟少年家園的小朋友 他們去環島100天 那在100天裡面 之前就是我帶了十幾個藝術家 進到他們機構裡面 帶他們創作 然後創作出一個作品出去環島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 這件事情就是蠻特別的 所以很多人在關注這件事 所以那個時候環島結束之後 大概隔了一兩年 嘉義線表演藝術中心的 那個時候的主任就跑來跟我講說 浩瑋我知道你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接下來要辦一個戲劇比賽 你可不可以帶一些忠挫生來參加 我跟你講說你以為忠挫生是Seven 路邊都有 沒有我跟他開玩笑 然後我就說 好啦 反正你如果有找得到再說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找得到 要我找到一個團隊 找到一個學校等等之類的 我去教 然後我帶你去參加比賽這樣OK啦 我想說先打發他 就隔了兩個月他打電話給我 說我真的找到了 在嘉義有一間這樣子的學校 他們是中介學校裡面 等等之類的 我想說好吧 之前都已經喝了你的咖啡了 所以就只好去 我那時候去我想說叫我一學期 我就要走了 我去教那些學校上課 因為之前有過經驗 所以基本上也都不會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因為會去讀這種學校的學生 基本上就是行為偏差 忠挫之餘 或家庭環境不太OK的 甚至有罰誤案件在身上的 我們那時候上課 不管出什麼題目 他們最後都會打架 都會打起來 班上有個老大 他都是在插頭的 有一次我就受不了 就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人了 很煩 沒有辦法上課 我們有進度的 我們會參加比賽 對啊你們這樣一直鬧 我一堂課我可能要四次才能上完 他說好 下禮拜 他真的不打人 他叫別人去打 我這次真的不行 我就把他抓出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跟我講一下 你平常在家裡面大概是怎麼樣的狀況 因為他們那個學校是住宿型的 可能一個月可以放一次假 或者是兩個禮拜放一次假 然後因為我小時候會很叛逆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爸也會這樣子揍我 所以我就跟他講 我就先了解一下他狀況 他說他放假回去他爸也是揍他 壓在地上打這樣 我跟他說這樣我可以明白了 因為我小時候我爸也是這樣對我 所以變成是我只會用這種方式去處理事情 或跟別人相處 那我就告訴他 暴力這種事情是會傳染的 你自己要那個一下 如果你不想要變成你爸爸 你也不喜歡他這樣對待你 你就不要這樣對待別人 聽起來很有道理 他根本doesn't give a fuck 後來想那這樣不行 那我就在想 我就跟他講 我跟你講 我看你這樣子 你以後畢業之後你應該不會讀書 搞不好就去做兄弟 可是你去做兄弟 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不是只有拳頭大 你當老大你要把人家照顧好 你才是真的老大 不然你畢業 你這邊學校離開你出去 你去跟阿兄 他出什麼事情都叫你去頂 你要跟這種人 你不要 所以你現在在班上 我們要去參加比賽 拜託一下 你不要在那邊暖小 你把事情 你把人帶好幹嘛等等之類的 那他才說 他就是稍微有聽進去 比剛剛那個聽進去一點點 他就說 好啦 後來我們就是 他真的上課 就稍微的進入狀況一點點 我們去參加比賽 然後就是很幸運拿到第一名 全部人都瘋掉太開心了 然後隔一個禮拜 學校辦慶功宴 然後我也去 我比小孩子還瘋 因為我覺得天啊太好了 就是不用再來教了 然後又拿第一名 慶功宴那個時候 那個老大他就跑來跟我講說 老師我跟你講一件事 我說幹嘛 他說你那個跟我講的話 我有聽進去 我這邊畢業之後 我答應你 我不會去讀書 我也不會去做兄弟 但我會好好的工作這樣 然後他跟我講說 我跟他說的話 他有聽進去 他不要再用這種方式 去對別人了 我說天啊太好了吧 一炮三翔老大也悔改了 太開心了 然後他下面又問我說 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我說好你說 他說 你下學期可不可以再回來教我 那時候就覺得天啊被騙了 真的會演 沒有啦 就是 就是 也因為這樣子 就是 我會覺得在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 我一開始可能也就是只是我 我會 我會跟忠錯生相處 我會跟叛逆的小孩子相處 人家看到我叫我去那個一下 就是去陪他們一學期等等之類 我也覺得也OK 反正答應你我就去做 我會做我會做的事就這樣 你真的看到一個 這樣子 可能講得很頑劣的小孩 他眼裡面會有溫柔 對啊 那個東西我覺得假不了的 那的確他後來 就真的沒有去讀書 但他也沒有去擠 他就真的去做工地 做鷹架的工程 為什麼會知道呢 因為他畢業之後 他妹妹也進來了 對啊 所以在這個環境裡面 我說的環境不是說中介學校的環境 在這些所謂的特殊境域 所謂的高風險的環境裡面 他如果沒有辦法翻轉的話 那個階級是會一直複製的 在這裡面有非常多的兄弟黨 兄妹黨 對啊 那一學期一學年這樣過 當然不是說沒有希望沒有機會 而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在這個學校裡面 看到一個事情在不一樣 就是他們學校的中錯率在下降 升學率在提升 2017年我進去 他們升學率不到50% 2019年兩年過後 帶著第一班要畢業的 升學率提升到66% 2022年他們升學率來到80% 裡面還有第一個 就是我教的這段期間裡面 第一個就是要去讀表演藝術科的學生 對啊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面 為什麼想要做這件事情 你真的看得到感動 你也看得到數據跟成效 對啊 你也看得到這些小孩子在變好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戲劇的活動 戲劇的教育 帶到這些中介學校裡面去 他們這些可能是所謂社會 不是主流的青少年 但是我們讓他們知道 他們其實還有未來 就是我為什麼會從中介學 我原本從安置機構少官所感好院 他們那些都是比較嚴重的 全部都是法務 講簡單就是你觸罰了 才會被轉接到這個地方來 我一開始跟成熟少年家園 合作的時候第一屆的風箏計畫 裡面就是這樣子 我們帶了 那個時候我帶十個藝術家 進到成熟阿嬤家園裡面 然後待了大概快一個月 大家輪流上課 然後機構裡面可能 二三十個小孩子 我們最後跟機構一起討論出 就選了四個帶去環島 這四個每個人都有故事 每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背景跟原因 然後去環島那一百天裡面 當然發生很多有了沒的事情 阿嬤那個時候為什麼會同意 他也是希望就是說 用藝術可以去影響這些小孩子 那當然這過程當中是很好的 我覺得那個成效 你在當下在陪伴他們是很好的 可是當他們回到家園之後 回到家園然後呢 我現在講不是說怎麼樣 而是因為你知道很多時候 小孩子在這一些過程當中 他是沒有辦法被賦權的 不是那個父親是賦予 他沒有辦法被賦予權利的 對啊所以因為他必須要管制 而且再來就是 你是你可能是因為這樣系統進來 所以他們可能管理的方式 會比較那個一點點 那因為在藝術的相處裡面 是比較能夠可以去表達自己 自主的意見跟自主的想法 所以可能比如說這100天結束之後 他們回到了家園 可能有一些不適應 不適應之後他們就會陸續的逃跑 其中有一個小孩子 他就是逃跑了很多次 然後我為什麼2014年到2017年 這中間沒有在做什麼事 是因為我都在找這幾個小孩 因為他們只要逃跑 他們董事長就會跟他們講說 你要想辦法把他們找出來 當然不是這個口氣 他意思就是說他們信任你 所以你要把他們找出來 因為他們也不希望他們流落在外面 你被吸收還是幹嘛幹嘛的 我就好 所以我用一年的時間去找這些小孩 然後一年的時間寫書 一年的時間拍紀錄片 這樣子 但紀錄片不能播 因為你知道那個 好了 就是裡面其中有個弟弟 他就是回到家園之後一直在逃跑 他們逃跑第一件事情就是犯罪 為什麼 因為你機構通常都在很偏遠的地方 你Google導航到懷疑人生的時候 機構就出現了 所以他們逃出來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偷錢 第二件事情要偷車 因為他交通工具 所以那個弟弟呢 他從埔里逃出來 最後回到他的家再烏來 他沿路偷了7台摩托車 就是騎到沒有就丟 然後再騎 然後再偷 然後騎回烏來 那反正呢 他回去之後我也去找他 再把他帶回家園 他又在跑啊 這樣來來回回了非常多次 後來就是他跑出去之後 他也就是繼續去到那個 跟人家去吃頭去幹嘛 後來反正就被抓去少年監獄 那後來我就 2015年吧 我就跟他媽媽一起去看他 這樣然後 去桃園監獄看他回來路上 他媽媽就跟我講說 我們家弟弟小時候很乖的 因為他個子其實很小隻 可是他練得很壯 然後呢就是因為 他爸爸喝完酒之後都會家暴 家暴媽媽也家暴小孩 所以他就逃出去 然後想要交朋友 然後回來要保護媽媽 要練身體 結果一交就交到壞朋友 所以開始接觸毒品 然後接觸幫派等等之類的 他會被抓去關 第一條的原因是因為他去偷電燃 偷電燃那不是那個你知道 年紀比較長一點的人 才會做的行為嗎 他國中生而已 他偷電燃他就是為了要去買安倍他命 對啊 然後後來當然還有很多有人沒的 然後他媽媽就跟我講 那怎樣怎樣怎樣 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開車送他媽媽到家門口的時候 他媽媽下車之前就問我一句話 他說老師 你會不會覺得我是一個很爛的媽媽 怎麼回答 我突然想說媽媽你家到了 要不要下車 沒有辦法回應 所以他下車之後我也在想 我做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都沒有用沒有意義 對啊你花了那麼多時間 在這些小孩子身上 他還是最後會去選擇這樣的事 我那個時候真的意識到一件事情 人沒有辦法改變另外一個人 除非他自己願意 那我做這些事情是不是就沒意義了 所以我那兩年沒做事的時間 我不是說我完全沒做事 就是說我那兩年的時間 我就在想一件事 他們會 比如說藝術陪伴他們的當下是好的 可是最後他出去 他還是會回到原來的環境 是因為他原本拉力很強 你一個這樣的小孩 在旁邊可能有30個一樣的朋友 你如何讓他可以不要被影響 或許更重要的解方是在前端 所以我才會在想 那我如果進到中間學校裡面去 他是比安置機構在輕一級的單位 我讓他們在這裡面 他就可以比如說回歸他們自己要去的地方 而不是繼續進到這個345 安置機構煞管所感化院的話 或許他們的那個拉力就不會那麼強 或許他不用進到這裡 或許台灣就可以省下一些可能發生的社會成本 不只是在這些機構的預算上面 而是他可能不一定會去 你知道做一些怎麼樣的事情 所以我從2017年才會選擇 進到中間學校裡面去 提早的讓他們可以去找到自己 他就不會因為 你知道嗎 為什麼他們會很多時候會加入幫派等等之類的 其實都是因為孤單 因為沒有人可以陪伴他 他在一個群體裡面 他可以找到存在感 只是這個群體可能運用的方式 並不是我們所樂見的方法 對啊 那他們很多時候也不會判斷 所以人家跟他講什麼 他就去做 很多時候他看不到以後 他只在意當下 所以當下你給他什麼樣的刺激 你給他錢 你給他幹嘛等等之類的 他就覺得OK我在這邊好爽 所以阿兄叫我幹嘛我就去做 對啊 所以如果說我們在 我的剛剛前面講到深學律師這件事情 不是我在意深學還是一定要讀書 而是你最起碼 你還是要回歸到一個能夠接觸你的地方 而且你去讀書 你如果你是有興趣的那最好 我們之前在2019年交的那班畢業生 有一位小孩子跟我講說 老師我以後長大要當AI工程師 我跟他說你真是你讀詩輝 我說對不起我開玩笑的 他說我是認真的 他已經想好他如果要當AI工程師 他高中應該要先讀哪裡 大學應該要讀哪裡 他現在已經高中畢業在讀大學了 高中他就去讀電極 他讀高雄的職校的電極科 現在大學他去讀科技大學 朝著當初他在講出來的方向前進 這個方向怎麼來 因為我們在上課的時候演戲會做角色的分析 我們怎麼做我們做SWOT 優勢劣勢機會威脅 如果你有一個夢想 那你應該要更實際的去想 你現在有的機會是什麼 你缺什麼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去幫助他們分析 另外一個小孩子說他以後要自己開餐廳 他現在在讀餐飲課 然後晚上的打工也是都在餐廳裡面在學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是有用的 這些事情是有幫助的 會有遺憾的例子 可是我覺得那個遺憾會變成是 找到問題的更根源的地方 但當然你講更根源 我覺得其實說到底都還是家庭環境的教育 因為他們其實都來自於很多 不是那麼圓滿健康的家庭 哈囉大家好 我是清一蒙的余皓偉 這次參加ATCC的活動 因為清一蒙希望在未來能夠蓋一間藝術的學校 在這個藝術的學校裡面 所有來就讀的青少年 他可以在這裡面找到自己 他可以找到他自己真正自己是誰 未來想要去的 想要達成的目標跟方向 但我們知道蓋學校其實蠻難的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一次跟大家的合作 我們來想一下 蓋學校它可能是一個比較長遠的階段 但是在蓋學校之前 清一蒙這樣子的組織 可能需要先去做怎麼樣的事情 或是怎麼樣的行動的方案 不管是在社會溝通上面 或者是我們找到自己的所謂的商業模式 永續經營的方法 以及如何把我們在做的表演藝術 戲劇教育戲劇應用 這樣子的一些 我覺得珍貴的價值跟功能 讓更多的社會大眾能夠理解 所以邀請所有參與ATCC的同學 能夠來跟清一蒙合作 我們一起來創造這樣的可能 讓蓋一個我覺得真正的 很棒的能夠讓所有人 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的藝術學校 這個夢想能夠實現 謝謝大家